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觉得以前的小贩比较好吃 他们比较用功 用心做的 很多食物都是中央厨房交给他们 没有真正他们去做 可能因为现在物品价格都比较高一些 所以可能素食上会有点降低 我觉得在水准上面可能会有点点差 然后在选择方面也比较少 都有保留到很好的味道 因为现在你看那些博客的 都是大概40到50岁的 所以他们都还在保留以前 他的阿嬷阿公所介绍的那些味道 听起来对 一些民众都认为 现在的小贩美食的味道 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大家有点想念古炸味 可是你知道吗 以前好像炒果条都一般会放猪油渣 对啊 可是现代人都讲究健康 所以味道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 可是也是就是顺应大家的 这个需求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是有一个取舍 保留古炸味呢 还是要顺着现在的食材 见现在的食客的需求 而作为做一些调整 所以用这个Central Kitchen 我自己本身认为呢 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在做这个酱料 或者做这个食材的时候 有没有对那个味道的执着 那我自己本身呢 在澳洲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新加坡去的 烤鱼的一个小贩 那它的酱料呢 其实它有分店 我就问它 你一个人怎么可以保持 那个味道的素质 它讲我的酱料 是在Central Kitchen做 我自己亲身做 我要 就是它要达到我的这个目标 那我做了之后 我就可以派到我的分店去 这个对我来说 酱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对它非常非常的 有这个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听 这一位听众的留言 关于食物没有流传下来 我希望爱迪教导课程 煮的课程 教一个师傅来教导 传给后代 教一个老师来示范 怎么煮 听到没事 教导的学生 受课的学生 就不会失传 对 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在更多的民众俱乐部 主办这样的 开办这样的课程 那我也可以去学一下 那更多的民众可以参与学习 不只是小贩可以 我完全赞成 因为这个烹煮的这个手艺 的确是需要这个教导 那ITE呢 其实他们也是开始在 主办这样的这个课程 据了解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较早的时候宣布 要跟国人一起的 来拟定一份文化遗产计划 这是个怎么样的一个计划 只是对我们来说 文化是建立新建的一部分 怎么说 刚才我们都听到了 在国外的新加坡人 他们想念家乡 想念家乡的食物 所以其实通过食物 是联系国人 这个很好的方式 自身的文化 还有民族的文化 国家的意识 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建立起来 在这个非常变化多端的这个社会 科技自在不同的变 然后又有这些恐怖主义 这样 其实会搞到有时候人心惶惶的 生活不安定 技术上又觉得 一直要向前进 要提升 文化其实可以沉淀的一个作用 听音乐 跟朋友交谈 庆祝庆典 这其实是陶冶心情 建立感情 拉近国人 拉近族群 欣赏文化艺术表演 欣赏文化表演 其实这对我们的心灵 对国家的心灵 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 做这样的工作 但我们就好像是漂浮不定 没有一个文化来作为一个根基 其实对一个民族不是件好事 那现在呢 接下来呢 我们觉得说非物质文化方面 我们要找手来整理 怎么说 那建国初期的一些文化是什么 食品是什么 结婚的习书是什么 然后到现在又演变得怎么样 这些呢 记载呢 都是很重要 对我们了解自己的根 对我们了解自己的根 自己的演变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要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不是要把文化停留下来 而是把文化记录下来 来做参考 来做了解 来做知识的这个起源地 那希望有这样的整理之后呢 我们可以留给我们后一代 一个很好的一个仓库 一个智慧库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工作 如果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也好 想要了解更多 有关部门有怎么样子的一些 这个网站还是什么的吗 对 文物局呢 有一个软站叫做Roots.sg 第一个就是收集的作用 就是您种一些的这些资料 可以传到Roots.sg 另外一个呢 是推广的作用 就是把我们现有的资料 然后你要查询一些 比如说华族结婚的这个习俗是什么 那里可以找到一些资料 但是接下来有一些听众可能说 我没有上网的这习惯 那应该怎么样把我的这些文物啊 我的意见啊 传达给文物局呢 那其实通过一些民间团体 是很好的渠道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籍贯的 你某个籍贯的 你到某个会馆去 把一些资料传给他们 让他们做一些整理收集 再传达给文物局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参与 大家不妨在很繁忙的这个生活的程序里面呢 停留一下脚步 对我们的民间 对我们的艺术 对我们的文化 多多留意 多多关心 是 今天非常感谢傅海燕部长 跟我们参与了今天的这个讨论 这一期谢谢部长 谢谢部长 谢谢 是那么今天部长访民情播送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这个访问的内容 欢迎到我们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失诚有约的面部网页 收看空中访民情的网络独家版 下星期的空中访民情 猫工部兼文化 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神颖 将和我们一同讨论中小企业 怎么应对数码科技带来的冲击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 下星期再会 下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精彩视频 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下载ToggleApp 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